OK 现在三位大厨 已经带着他们的 创意美食料理来到现场 让我们欢迎大厨登场 帅大厨先上个菜 帅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您这道菜的餐品 中华小当家里面呢 有一道菜叫生龙饺子 我就复刻这个 我就做了一个叫 飞龙刮谱凤凰犬 所以这道菜是复刻的一个 对 其实头尾都是 这个都是没变化的 唯一就是我把那个面皮 换成了冬瓜 然后呢里面的馅儿 就是用那个虾的虾肉 虾猪肉调在一起 另外呢我是给他 用调了一个浓汤 然后再弄点姿势 给他喷一下 我还没吃呢 我还没吃出来 我觉得帅厨的这道虾 我吃完了之后 我有个感觉就是清爽 给他特别适合 在夏天这个季节吃 你能嚼到外面 他那个冬瓜的脆脆的 那个感觉 幸福 太好吃了 他所有的 其实里面的这些东西 包括冬瓜什么的 就是融合在一起 非常的天衣无缝 这是非常考验技术的 一件事情 所以我服了 我只想到两个字 神仙 神仙口感 就吃起来的时候 脆脆的 像他们刚才说的 很清爽 比较好 这个虾 我没有觉得 很惊艳 以我的理解 因为虾肉最好吃的时候 是他最弹牙的那个部分 这个虾子没有吃起来 像单纯吃虾 那么容易吃到他的那个肉质 那我们欢迎苏大厨登场 他来了 他又把土蘑菇拿来了 我太难了 真的 今天连娼妻的白白 用了锅 现实装了盘 好 苏叔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你这道菜的菜 这道菜名叫 小包牌布布布墨一烧 还有海螺 哇 真的还有海螺 这种艺啊 这么大年纪 那个是什么白白的 这是一个用松茸 做的一个松茸冰淇淋 但是你们为了解约 依然吃一点就行了 因为温度太高了 都化了 抓了墨鱼 里面它有好多种 还有这个漠口水 因为吃了墨鱼饭 这个有那个黑的 你们这个可以漠口 墨鱼饭在哪儿呢 这里面 好好吃哦 墨鱼烧呢 随时要有烧起来 要点火 这个菜创新主要是 根据这个航海的这个菜品来制作 所以我们可以吃了 所以我用了海螺 里面有小乌鱼饭 小乌贼 小乌贼 还有木鱼汁 里面有七种海鲜 在那个木鱼肚子里面 塞满以后 用木鱼汁来煎 以后放了这个金箍 天气热 我配了一个用松茸 做的一个冰淇淋 小孩子喜欢吃嘛 现在小帅哥就喜欢吃了 好